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记得留言、订阅、赞好、分享给朋友 订阅对于新人来说很重要 大家记得真的要订阅 今天主要想和大家去骂一下 五岁女童虐杀案里面林林他的哥哥的小学老师 因为这个垃圾人渣食屎狗 如果他不是那么变态、不负责任、没有良心 只要这个人渣愿意向前走多一小步 做多一点事 整个悲剧都不会发生 甚至乎根本临想也不会死 稍后就会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垃圾人渣 究竟有什么延行事迹做过 和大家去骂爆这个垃圾人渣 不过在骂这个垃圾人渣之前 我也想分享一下昨天的新闻感想 因为昨天已经报道了 原来新母和继母谋杀罪名成立 然后继外婆也有两项残暴对待儿童的罪名罪成 三个人不能保释还压后审 在这里也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 因为我其实当初也担心继母会没事 我说没事的原因是担心他只是被人告误杀 因为误杀和谋杀其实差很远 误杀可能是坐五六年 扣架的话可能三四年就能出回来 但谋杀的话一定是终身监禁 而且这类垃圾如果被人告终身监禁 再加上他们的手法那么残酷 那么残忍的话 我相信这些垃圾就算坐五十年也好 他们是不会有任何假释的机会 那就预认了由二十多岁开始坐牢坐一世 这件事对于大家 对于整个香港社会 甚至乎对于死去的林林 都绝对是一件好事 还有当初我会有这个担心 就是担心继母只是被人告误杀 是因为继母是一个很狡猾的女人 如果看回之前的报道就会知道 即是由一开始到现在 这条女人是不会懂得反省自己做过什么错事 由一开始就不停把罪责推卸到男人身上 然后自己就扮到不知道 不关自己事 我已经很努力去阻止自己老公 但她还好像瘋了 最后幸好陪审团英明 陪审团看东西的目光 就知道根本这个继母就是主谋之一 如果没有这个继母 可能整件事都不会出现 最后陪审团大比数 裁决了这个继母也是谋杀罪成 如果不是就这样告误杀 实在太益这条女儿 这条女儿可能到时坐三四年 出回来三十多岁化个美妆 直接改身份证名 就可以继续出来洗底害人 现在就和大家说说今天的重点 就是那个垃圾小学老师 就是林林哥的老师 这个人叫卓家辉 这个人渣食屎狗 他曾经故意继续叫继母 落力去打自己的子女 然后这个垃圾 当他见到有若疑情况的时候 见到个男孩全身伤了 全身伤了 他人都是不报警 如果当初这个垃圾食屎狗 有选择去报警 警察早点去查 查到那两堆垃圾 有虐待儿童的情况 一早收监 然后把这两个姐妹送去保粮局 很明显 林林 起码就算 他一定不会在保粮局被虐待至死 如果他肯做多一步 他已经救回林林这条生命 可以缩短了林林和他哥哥受虐待的时间 接下来就和大家实际说 究竟这个垃圾人渣老师 究竟做过什么实际的言行 自从2017年 那时候 林林的祖母 即他们亲生母的母亲 就怀疑男孩受虐待 然后祖母就去问 这个垃圾老师 究竟现在的男孩住在哪里 但这个老师 是不回答任何的问题 甚至呼显这个祖母 就跟他说 你觉得有问题的 你就自己去报警 但现在的男孩住在哪里 我们就绝对不回答你了 一概不回应 然后当这个老师 见到男孩被梁有伤的时候 他也是照够态度 不管的 随便问一下 既没有作过垃圾理由出来 你随便作过理由出来 我做老师 我都会接受的 总之 就是这些垃圾教终 为了自己不想做多些事 又不想写报告 又不想上报纸 总之做少些事就最好 全部事求求其其 得过且过 明知男孩被人虐待 不理 只要母亲自己 隨便作出借口 这件事就当完结 然后又有些讯息 是揭露过 原来这个垃圾老师 不单止隐瞒这件事 甚至反而被虐待的男孩 是恶言相向的 因为那男孩长期受到虐待 又没有饭吃 结果那男孩很肚饿 试过上课的时候 问老师拿东西吃 甚至乎回学校 饿得暈倒了 但大家猜一下垃圾老师 是做什么 垃圾老师什么都不做 也没有给小朋友吃 也没有报警 也没有通知 也没有写报告 反而警告小朋友 跟他说 喂 你不要想着在这里扮痕 饿痕就会有人留意 到时就会抓你去医院打针 抽你血 到时很多支针刺你 你更痛 这些是不是垃圾人渣 你身为老师 你一早看到这件事有问题 你不报警 不离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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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把小朋友 叫他不要再跟别人说 自己很肚饿 自己饿得快要暈了 根本这件垃圾跟计母一样 根本都是要受审 根本都是要终身监禁的啦 为什么这条垃圾人渣 反而是可以在证人籍那里 开口埋口再砌计母小报告 根本他都要受把 他没有尽责 他根本就是直接害死林林 然后这个垃圾 在庭上又被人踢爆了 原来这个垃圾 他又继续建计计母 可以继续严情这个小朋友 最好打到小朋友PK 打到他不能动就最好了 当然这些说话 这个人都算聪明的 没有用WhatsApp 没有用微信说 留不到一些证据 对于一些没有证据的对话 这些垃圾人渣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保住自己的牌 为了保住自己的粮 就一定死口不认 就说有说过这些说话 就说 不记得 吃屎啦 你不记得 然后据报道 这个垃圾班主任 又不停向计母打小报告 例如跟计母说 这个小朋友不诚实 上课又跟其他小朋友打架 实际上 我就怀疑 根本一个小朋友 经常被虐待的情况下 其实他根本上学 做不到什么的恶事出来 所以我怀疑 这个班主任 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 不停去做些假东西 跟计母说 你的小朋友很远 希望可以见到 母亲打到小朋友PK 因为这些人渣 心理变态 总之见到别人越惨越好 特别是这些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不懂还手 不懂还手 打他 打他PK 最好了 不懂还手 越惨越好 最好惨到惨无人道 这些变态 心里越兴奋越开心 另外还有一件最离谱的事 就是这个计母 跟班主任说 这个男子被我虐待PK 他已经有几天 没有刷牙 没有粮葱了 那老师怎么办呢 正常人 不要说老师 不要说是社工 听到这个计母 可以说这些东西 说到尖尖自喜的时候 你听到 身为一个成年人 如果我听到 我第一时间一定去报警了 我想也不想 你就当之后是不会 你说笑也好 但当我听到有严重的罪行 别想了 第一时间去报警吧 但老师 他做了这么多年 他第一时间是什么呢 他反而尖尖自喜 就是说 哈哈 原来他几天没洗澡没擦牙 幸好我闻不到臭味 这些真是小学老师所谓 有时也很想问 既然连新闻报导 都报了这些人渣的恶行 为什么这些人 还可以作为证人去上庭作工 而不是作为犯人去受审呢 为什么这些人还未被人拘捕呢 为什么这些垃圾人渣还可以教书呢 为什么这些人渣还未被人针牌呢 为什么教统局不能早点做事 警方可以再去做事 捕回人渣呢 这一点我确实不明白 虽然我是蓝丝 我们是支持政府 支持警察 支持社会 但我确实有点不明白 这个人渣到现在 警方还未再拘捕他 教统局还未针牌 我觉得这两个机构 政府可以改善一下 不是蓝丝一定是100% 无条件去支持 我觉得现在你们真是不对 到现在还未再去做事 原来这个老师被网民起底 发现原来这个老师 其实是德兴学校里面的一个走狗 我就这样说 这个德兴学校 大家都可能有些遗忘 如果我这样说 德兴学校 其实就是之前的西饼贪污学校 为了去骗政府钱 就去教那些所谓的影子学生 特意去作一些虚假的学生 然后再签署一些虚假文件 假扮有个真正的学生 目的就是为求政府不要杀校 拿多些政府的钱去公养自己 这个老师原来都是其中的一个爪牙 是去协助这家学校去做假文件 去骗政府的 猜不到原来这个死变态 除了本身是一个谈话精之外 还要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死心理变态 所以大家看到 我在这条片中 我是不担心被人告 直接贴这个人渣的样子出来 希望大家可以一世认着死人渣 大家这一世同一样 都不可以原谅这些垃圾人渣吃屎狗 今天太生气了 所以说话都有一些惨口巧手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 就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记住按个小钟 下次再看 拜拜